周深在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,好听且耐听,但却极少被人提及,即便是粉丝也很少提到。 即便如此,即便它是一首很早之前的歌曲,但个人认为这是一首气质很好听的歌。 这是一首偏流行,却不是真正很流行的歌曲,经典的钢琴加提琴的编曲。 没有华丽辞早的歌词,但音乐和歌词几乎是完美的,像下着小雨的钢琴声很是文艺的主歌旋律,在中音区徘徊的声线,简简单单的就把一个人的伤心描写得很深刻。 这就是周深《一专》里面的歌曲《迎刃》,开头一句忽然夜已沉,让听者直接看到一个动态尽头,是被给予不痊愈的伤,还要用余声报偿。 没日没夜想起想起你的人,被绵延不绝的大雨惊醒,才终于察觉到剩下一点余温的时间流逝,也是因为绵延不断的大雨,多像你落在失眠人的眼底,而推开梦的门重现梦魇,而我宁愿守住所有爱恨碎片,也绝不与过去握手和解,而放过自己。 简单干净的一句就奠定了故事的基调,塑造了清晰的画面,也开始了周深声音的故事。 接下来,伤、长、上等几个尾字的高音,一次比一次情绪激烈饱满,那是伤的痛苦,还要抱肠的些许不甘,也是痛得淋漓尽致。 绝不与过去握手和解,仿佛要爆发,又突然眼齐息鼓的感觉。 那是一难平的不甘心,相反抗,却又因为,总要好过一切都成空的自我释然和宽慰。 其实,一切只因望穿,望穿空无一人,却没日没夜地想起想起你,总要好过一切都成空的平静气声,受尽折磨后,还是下定决心选择,闭上双眼,咬牙穿越刀锋。 没日没夜地想起,想起你的毅然,是我爱你,所以虽心有不甘,仍毅然接受你带给我的一切。 只要能够回忆起曾经有美好存在过的时光,哪怕是痛彻心扉的伤害的决然。 整首歌是谴责,是控诉,是不甘,更是闭上双眼,咬牙穿越刀锋,绝不放手的决然,和没日没夜地想起,想起你的独自甜蜜。 周深淡淡的忧郁和优雅的声音,唱出了这首歌爱的伤害,不甘,挣扎,和独自舔尸伤口的回忆,没有油腻,没有声嘶力竭。 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极少被粉丝提及,更别说传唱了,你觉得周深的这首歌到底为什么不火呢?